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美食卖场好市多可以,这回卖场又推出德国进口汽车奥迪A6最子,网友纷纷回应想买,但没钱QQ,好像真的很划算,好市多就是狂啦。 这是奥迪的A6 S135 TFSI,一台入门而不入门的大型行政主管房车,倘若你对前阵子沸沸扬扬的好市多奥迪还有些记忆,这家正18年出厂的末代皇帝可是一点也不介意你用性价比的角度来放大检视,只是当大改款的窃窃发售日期依旧没人能说个准,集聚内的主要对手们更早已在进两人内陆续换代完成, 这家时能在成交价与车格的环节以上犯下的坚实E-Segment之作,侍奉一能力抗世代更迭的现实,又或者只剩下完买想折扣的优势而已。 虽然我不太确定原厂的接受度会到哪里,不过当我听闻了众多网友们分享的实际成交价格之后,耳闻有机会能够商界到这么样一台曾经在好市多公开贩售的入门版的A6之后呢, 我就一直都很想要来做一点什么,我一向认为啊,A6是一台被低估的好车,相较于集聚内的对手而言啊,它已经是上一个世代的作品了,却一点都不嫌老气,经得起各位的考验。 当然啦,我深信这个集聚的买家是不嫌车贵车薪的,但假如啊,你是一个理性并且啊,重视本质大过于虚荣感作祟的品味之士的话呢,相信我,你绝对啊, 不会想要错过这一场,bargain of the century的,绝对 不会 或许你会说,诶,Vincent啊,你不是五月的时候才在葡萄牙试过了全新的大改款的A6吗? 怎么现在啊,还会想要做一篇关于C7的试驾报导呢? 对,但我必须得老实说啊,我摸过Oro,我摸过RS6,就是没有摸过标准的A6,35TFSI,也就是啊,搭载了1.8升涡轮动力的入门版本啊,虽然这台车它在世代上是相形老旧了一点啊,不过啊,如果你所有的竞品都有开过,试过一轮啊,你就会发现啊,这台车,它的战斗力啊,可是丝毫哦,都不逊于啊,那些已经经历了世代演绎的对手们啊, 完全不会啊,虽然本土的消费者总有着非常严重的这种双D情节啊,但这从来啊,都不代表奥迪不如双D,所以当我发现啊,它和它的竞品之间啊,在销量上竟然有着这么样子悬殊的差距的时候,坦白讲啊,我是有这么一点讶异的啦,因为事实是它真的很出色,也很balance啊,而且是不分功与异的层次啊,都是完全的有过而毫无不及知啊,所以理论上啊, 应该是,聪明的都会懂啊 这是一台啊,非常体面,也非常面面俱到的车子,一切的呈现啊,都是以均衡性,还有绝对的质感为前提啊,而且这种大型房车啊,坦白讲,开起来就是一个字,嗯,好吧,可能是两个字啊,享受 逼近5米的尺码啊,赋予它毋庸置疑的空间,还有一个高达530公升的行李箱容积,而且这个后座椅背,也有这个64分离的倾倒设计啊,隔音啊,还有它的舒适性啊,都只能用一拜来形容啊,行路质感非常的轻致啊,绿震效果呢,也意想不到的出色啊,通过坑洞的感觉就可以略知一二啦, 关键是啊,它有着这种小车的灵活性,又有着大车奔驰起来的那种沉稳姿态啊,非常的讨喜,这一具1.8T动力啊,它的运转品质,没话说,车式氛围啊,还有这种细节的演绎啊,更是没话说啊,中控皮革的压花,质地非常的细腻,不得不称赞一下啊,这个宛如实木一般的,木纹饰板的触感啊,真的是屌打那一些啊,仿佛上了亮光期,看起来 Burn亮Burn亮,摸起来又滑滑的那些仿佛饰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啦,关键的是啊,我特别积赏,它的这一组车载UI的界面啊,如果你去深究它的清晰度,它的字体,它的图形跟它的配色,你就会发现了,这真的是一组哦,质感非常出众的原厂导航啦,它的decent是inside out的,不管你今天是要拿来商务或者是致用呢,都非常的合时宜,所以这也难怪哦,A6一直以来在对车最挑剔的西欧市场中啊,广受商务 买家们的爱戴,因为它确实哦,既体面,又实际无比啊,为什么不呢? 如果你对这具1.8T涡轮动力的疑虑啊,是它可能会有这么一些力不从心的状况发生啊,那我跟你说,你大可以放心啊,当然啦,高转速的延展性上还是有这么一点进步的空间,但基本上, 这32.5公斤米的峰值扭力哦,已经可以满足你哦,在多数正常数据底下的期待和需求啦,除非哦,你今天当真是在autobank上面跟人家拖,不过哦,一来啊,台湾真的没有autobank,二来啊,这个1.8升啊,还是有最负合油耗上面的优势啦,这个末代A6上啊,还有一个,一大亮点啊,就是它的变速箱,尤其是在这个35TFSI身上啊,其实已经换成了,七速双离二气的Astronic的配色, 除了这个本身,动力传递更直接换挡反应啊,也比过往啊,来得更激进了哦,尤其在这个退档的时候的补油啊,坦白说啊,还真的是颇激情了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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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它的指向是非常的可靠,也算是非常精准的哦,基本上你可以很轻松的开它,在用力开起来的时候啊,也不会含糊到,让人有一点摸不着头绪的状况发生了,它还是有着啊,这个电子插速器的配置 所以其實它的循跡性是非常的出色的 ESP關掉之後 它的這個動態的特性 其實是遠比我想像中的流暢的 奧迪爾車其實都有一個很奇特的地方 就是它的大車真的是做得比小車來的高明 你平時看不太懂 覺得匪夷所思的這種機械架構跟設計 在它的大車上被運用 而且是被這樣子的呈現出來的時候 你就真的會對這個品牌的造車工藝 所以深感讚嘆 這台車的動態相當的輕盈 奧迪在這台車上運用了非常多的鋁合金的材料 所以在它身上也是察覺不太到那種5米大車 通常會有的那種恍惚跟慢半拍的感覺 可是它的慣性變化的感覺還是相對的比較漸進 所以非常容易就可以掌握到它的這種操控節奏的 奧迪在這台車上運用了一種 所謂的鋁合金複合材質的技術 所以包含它的這個引擎蓋啦 車門啦 行李箱啦 副車架啦 甚至是諸多底盤的料件 其實都是用上鋁材的 透過這個力學分析 還有模擬測試 讓它們得以 在維持的最出色的減重成績之下 還能夠布局出最優異的這個鋁杏表現 And it actually works man 哈哈哈哈 當後續再也不是一台高級車開起來 之所以讓人著迷的衝藥條件 這台車確實讓了驚豔不已 本以為唯有Quattro才能真正凸顯出 奧迪的駕控本事 但35TFSI雲襯而靈活的表現 甚至會讓人忘了那不已經分毫武裝的入門 與前驅身份 只是當A6在本土市場的反應 總顯得相對疲軟而冷門 這般出色至極的產品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卻也不禁令人好奇 所以我決定 透過一系列的街頭實驗 來探探普羅大眾們最真實的回應先 一台Business Saloon出色與否 無非是要能滿足在其中的每一個人 不論是駕駛與乘客 當然啦我深信 A6是一台你摸過了 變很難不心動的奧迪 所以這一回 我們不但要廣邀車友們一起來試駕 更要蒐集乘客們體驗之後的心聲 當然啦這個車友的部分 我是不太擔心 因為吃汗 他已經幫我號召了一輩子 不曾擁有過 也不曾考慮過奧迪的朋友們了 不過這個乘客的部分 基於這是一台非常decent的車子 所以我也特別請了一位 很decent的朋友 來幫我找來了一群 很decent的乘客們 不過 不曉得他們現在到哪了 幾經等待於不知多少罐16茶的洗禮 忽有水瓶對渦浪聲 跋山倒數而來 終於 所以你今天有幫我找一些很decent的乘客來了嗎 我覺得他們不只decent 因為他們在設計圈啊 那種美術圈 美學圈裡面都是 蠻有研究的人啊 設計師 美術 建賞家 做marketing的創業者這樣子 這應該可以滿其中的 可以 自我介紹一下 這是哪一位朋友 設計師朋友 設計師朋友 設計品牌行銷相關的 畫廊策展這一個 建設計師朋友 我有心笑 呃 我算是做 我現在沒有工作了 接觸車子多嗎 做過很多 那有偏好嗎 自己個人是Mercedes Benz 喜歡賓士 對很喜歡賓士 而且我聽說你收集很多模型車 1比18 scale的就有大概60吧 但是這個還好 這個是 接觸什麼樣的車子比較多 可能就像Toyota LG10這種的 哦 okok 接觸車子多嗎 接觸車子的經驗比較少 搭啊 像是做Uber 你對品牌 汽車的品牌 有任何的偏好嗎 比較喜歡哪一個牌子 我個人是 比較喜歡像Mini Cooper 就是在外型上面 會讓他 對奧迪這個品牌認識嗎 當然認識 誰不認識 很科技的代名詞吧 那 可是我是一個老派的人 對 我喜歡那種比較 Old School的 奧迪的話 是不太認識 蠻漂亮的 就是大概會知道說它是德國的汽車品牌嘛 然後也是有到一定的等級的 奧迪是隸屬於Volkswagen的嗎 Volkswagen的品質其實也蠻好 像我爸他就是開Ventom Ventom 對對對 Volkswagen的印象一直就還蠻好的 carry over到奧迪身上 所以你覺得它不過是高級一點的Volkswagen 對啊你想買一點 對我可能 我會有一點這種感覺 那如果奧迪跟雙逼比起來的話 雙逼的話我比較喜歡 我還是喜歡奧迪的 可能跟我有這樣子的 吊吊 就比較低調一點 那你會覺得奧迪不如Mercedes嗎 當然會 你把印象嘛 就是大眾汽車啊 Volksw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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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覺得 Mercedes-Fans比較authentic What 就是他們跟我講的 好啦今天謝謝大家 擺盲之中抽空來參加 對對對 那我們接下來 就要來體驗一下 在很Decent的車子 好不好 還是有哪一位是 時常開車 混在人群之中 於目混珠 欸那個戴帽子的 戴帽子的 你是誰啊 你是山路吃汗吧 這樣你也看得出來喔 我們現在就要來節目了 好 好啦 接得也太不帥了吧 看一看一看 自由欣賞 體驗看看 可以 可以 有任何問題都 隨時可以問我 感受一下 以男生喜好來講 奧迪他的車型 他比較肌肉感 那個Avenger 那個Avenger Tony Stark都開啊 我喜歡車真的那個線條 但他在過彎的時候 他的方向真的會有漸變 雪震的閃爍 好專業的問題啊 天啊 你到底找了什麼樣的人來 行李箱很大啊 行李箱巨大 真的很深耶 而且他還可以 他還可以青島 就是基本上 可以放 可以放藝術品 對 兩顆30吋加兩個燈機箱 我喜歡他就是從頭 一直到尾這一條線條 喔 OK 對 他帶來一種很利落的感覺 手把竟然是黑色 覺得哇 一體成型的肉 浩座的那個空間感很寬敞 然後人坐在裡面的話 其實包覆性還蠻強的 這麼近看奧迪 就是看這台車好像是第一次 我覺得很多細節還很不錯 就是 不管是組裝啊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車子裡面內裝的那個感覺 摸起來都還 摸起來很不錯 對 對於我這個 還會開車不上開車 我覺得是很 我覺得很舒服啊 很舒服啊 那等一下你會更舒服啊 為什麼被載啊 對對對 我等一下再大家去體驗一下 感覺都還OK嗎 後面乘客不會說 前面的視野都被擋到 雖然我坐到後面的時候是可以 前面的視野還是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你知道這讓我想到那個 Land Rover 有一台車是Discovery 有一個SUV 對 他也是用這樣子 像比較接地式的 劇院式的那一套 對 就一接一接 一接這樣往上 但每個人都可以坐得相對比較挺 因為我的腰比較健康 所以其實現在這台車 坐起來是沒有像 因為前幾點 比較常出菜吧 這個是不會讓我覺得腰不舒服 你能感受到路面的一點點回饋之外 但它不會到抑制的不好 整台車會讓你覺得 還是有一點點花的提在 前面有講過喜歡冰室嗎 好 Odie you got a point 不管有沒有 沒有 因為看來我也是無意間才發現 我其實居然沒有影響 就有一點點影響 我覺得就是會讓我 不知道自己在坐車子 平晚線我覺得很不錯 如果我坐過這一台開館前那一點 我現在坐在後面 我就覺得 欸好像跟上一次那種感覺不太一樣 對 應該有個風格 對 所以目前坐起來感覺還OK 對 而且很偏貌 而且顛覆另外說 很舒服 很舒服 會痛 好 好 謝謝你 好 這個Audio setup 就就蠻 就我會稱為叫Sufficient 它很夠 Sufficient 對 整體的顏色跟質感都做得非常多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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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進去的還好 但我覺得這還不錯 感覺蠻可以相信的 在跟我玩的時候 非常的非常的穩 我們要最短的時間之內換上 這個是什麼 沒問題 啊我喜歡這個方向感 喜歡啊 對 很紮實 我覺得喜歡開車的人都會喜歡這個感覺 我覺得 Better than 這個地方真的 這個路感真的完勝 真的完勝 不會讓你覺得很癲的很舒服 不像C-Class沒有選 選調啊 我真的是很硬 因為我開習慣這種大CC速度的車子 所以其實 嗯 今天開這種1.8的我覺得 非常非常夠開 那我想問一下 所以經過今天這樣的體驗 大家有對Audio什麼不一樣的想法嗎 確實會讓我想買啦 感覺很安全很平穩 很適合家庭 但是 那個加速度就是給爸爸自己一個人開的時候 喔 OK 有讓我對Audi改觀 剛剛不管坐在前座或是後座 它車子裡面的所有的裝配啊 等等的那種效果 有內涵有內在的 開車的過程中 我覺得坐起來的感覺是非常的安穩 很舒適 好車 我覺得不管在乘坐或是駕駛時的 回饋感跟路感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棒 我覺得在某些部分上 比E-Class好開一點 你們覺得這台車值多少錢 我會講的數字很好笑 250 260上下 250 250 差不多 好253 大概249吧 你們知道這台車現在 大概賣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現在有一點尷尬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是來辦這個A6的試乘會 結果沒想到大家都對 在1969年的Mercedes比較有興趣 天啊這一刻真的太虛幻了 雖然你很不合拳 但我不會怪你啊 哈哈哈哈 你剛剛發動你有先打那一根嗎 沒有耶 直接一觸即發 車況超好的 天啊 你有開過A6嗎 沒想過耶 有接觸過奧迪嗎 沒有 聽說後勤保養好像比較差一點 或許如果聽到這些事情 可能首選會跑去買雙滴這樣 聽到你就不會去試這樣的東西 這就等於是五系列的攻擊對手 你有開過A6 非常不喜歡 那時候覺得就是底盤感覺不夠 沒有像別的那邊這麼多 好 你沒開過A6吧 我沒開過耶 那你有開過任何一款奧迪嗎 好 油門可以補 完全沒有 對它油門真的可以 而且我覺得它指向性比我想像中 其實開起來蠻有興趣的 原來循璣關得還蠻爽的 這個彎好爽喔 這彎 尖叫但是它還是順著你的軌道 而且重點不用修方向吧 真的是不容易 這其實這樂趣還蠻 還不第一次跑車 這麼強啊 你看你自己也是笑得很爽啊 呵呵呵 這是奧迪第一次接觸試一下 而且車身的剛性感覺是很強的 對 一帶九十匹 也不會太脫泥帶水 這個是我蠻驚訝的 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感覺整體的操控感 不會比我之前的系列差 並不是我原本認為的 那麼斯文啊 對啊 快樂 呵呵 對 沒有啊 YES 這個指向性 完勝E-Class 太拖延 很有信心的 而且他今天讓我開心的 不是我那台老平式的事 是 哈哈 很強啊 YES 哇好想他這樣過得去啊 哈哈哈哈 為什麼他這樣過得去啊 因為全油門耶 很誇張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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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彎尾有 特意提早一點煞車 然後再晚一點再晚一點 我覺得他都過得去耶 搭完車馬上換油門 就可以一直下去 他就順著你的想要怎麼路線走 別看半道 哈哈哈哈 已經兩個冰式的車沒過了 你覺得什麼時候煞車煞車 喔喔喔喔 很奇妙嘛 為什麼他剛剛那個彎很神奇耶 我覺得他最強是他不推頭 大家都開得很激烈嘛 喔喔喔 激烈超像說 他變得好小一台 好平和喔 然後 我想轉到哪 我覺得他輪胎都可以跟上 後肘有沒有 他後肘會帶回來對不對 哈哈哈哈 你彎速更高的時候 他那個後肘帶回來很強 又不是時空的帶 對 對 這到底是科技還是 這我覺得是本質 開到流汗了嗎 很神奇耶 現在在彎了 好神奇喔 好 我很喜歡他那種過彎 然後他就這樣 給你這樣測滑過去 我覺得他那種 路彎那種 不太需要去修 其實蠻不錯的 方向盤的穩定性 跟他過彎 車身的剛性 是讓我蠻驚訝的 輪胎的聲音 跟你實際 扶著方向盤 車子給你的信心 非常穩定的狀態中 所以你就敢再補油門下去 再補油門下去 我沒想到這個急劇的轎車 可以讓我有 分泌腎上腺素的感覺 這車底盤很強耶 他可能比賓士跟DNW強 如果我們以論底盤來講 前驅車喔 什麼X-Drive那些都不講的話 我們單以前驅車來講 原本他表價應該是260萬左右 可是他現在 排價降了 當你知道有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你會考慮A6這台車嗎 買 買啊 我可能不會買 這車我可能會買來載爸爸媽媽 所以我需要後座是很舒服的 椅面的這個問題 椅子的問題 椅子太短 說真的以一個 你說是新的五年保固 然後新車 這個吸引力是這個 對 會考慮 如果你依舊品牌力的這個部分 我必須還是講 針對你DNW開出去那種感覺 跟Audi還是有一點論差 好吧 好 我們換個角度問 如果我們今天在大陸 大家就覺得Audi是最棒的車 我當然要買A6啊 會不會影響你的 其實坦白講就是這個問題 對 因為這次我第一次碰到Audi的車 之前聽別人講說 譬如說火山綠的問題 或者維修的費用的問題 就造成我沒有去碰過這樣的車 再加上它的價格帶 其實跟雙B是差不多的 我會不會買我不曉得 但是我會從不考慮變成考慮 有幾個彎路的點是不對的 它卻沒有產生任何的飄移 從方向盤上面 感覺到穩定度 你會覺得非常有信心 你敢一直補油門進去 我應該會買動力再大一點 其實今天跟一開始預想的答案一樣 就是摸過的人基本上都很壓 也要很喜歡 可是還是沒有解答我們 所以一開始疑問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啊 因為最後就是回到 你真的要買的時候 你不會從感性回歸理性 因為你真的得花錢 可能台灣這市場對Audi還沒有這麼熟悉 大部分對賓士BMW是耳熟能響的 我覺得這個牌子其實 它的產品完全沒有問題 它的問題其實真的是出在 在家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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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講 就像我們剛剛講 我們也不是主事者 也不是當事人 所以我們只能告訴大家 這車真的很棒 車是無辜的 真的要去試試看 對 理性的極致就是 理性而感性 兼具 因為坦白講 我真的認為這台車 無話可說 它perfect 只是端看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面 試車吧 試車 走進人間看看 真的 你就把自己當成一個 剛出生的嬰兒 什麼東西都是 都是XX的 車真的 不怕你開 怕你不開 好啦 吃和下午茶 謝謝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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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